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讨论一下上星期发生的两件重要的大事 两个非常重要的峰会 都是一个国际间的峰会 一个是日本港岛的G7峰会 另一个是中国中亚首次的峰会 在西安举行 两个峰会在同一个时间举行 都比较有互相比较的意味 大家可以比较当中的一些细节 我们都会看到里面有几不同的文化 两个阵营之间尝试带出的讯息都蛮不同 里面也有一些背后的小心思 今集就讲讲为什么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干的话 没人做的了 没人讲书的了 还不加入VIP? 首先我们讲讲G7 其实G7是集合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期待 他们应该在讨论如何解决经济问题 推动经济发展 合作和应对全球的危机等等 但是他们最后的重点放弃什么呢? 除了澳之战之外 其实他们整个峰会的重点 就是放弃如何应对中国威胁 他仍然在宣传中国威胁论 主要是讨论台海、南海局势 以及一些大陆经济脅迫等等的话题 他说到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很难完全去中国化 所以我们要去风险 但是用一个不脱欧的方式 跟中国继续合作 就是说继续压制中国 继续围堵中国 但是在某些领域下都要跟它合作 这个大家都不意外 因为多次他们这些西方国家聚在一起 都在讲如何打击中国 但是很意外的是 他们很多重要的自己本国国内的问题 竟然没有讨论到 譬如美国在G7里面 没有说到它相关债务上限的风险 债务危机的一些情况等等 也都日本没有提过 将日本的核废水倒入海这件事 大家都只字不提 对于同期的中亚峰会 即是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 其实西方国家都不是太喜欢 觉得有点不示微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它说中亚峰会是习近平为了加强 和周边的一些友好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以抵抗美国主宰的秩序 和压制中国的意图 它用字都是比较敌对的 它会用什么字呢? 它会用counter,contain,suppress 即是中国是counter西方的contain,围堵 和suppress,即是压制 我会看到不单是西方的政治领导人 甚至是他们的传媒的思考方法 都是一种灵和思维 他们都会觉得 首先视你为敌人 他们就不会去想 到底这件事是怎样 你正在做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贴上标 但到底中国这边 是怎样看中亚峰会呢? 是否真的反围堵呢? 当然背后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 但中国怎样宣传中亚峰会呢? 他从来都没有跟中亚五国 说过任何有关美国霸权 我们一起突破这件事 我们抵制美国霸权 完全没有提过这件事 当然也不敢说 因为中亚各国也不想得罪美国 这个峰会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守望相助世代友好 和大家互相合作 赚钱做生意 一起 win win 中亚五国呢? 其实是有哪五国呢? 就是给大家一些背景的资料 就是哈萨克、吉尔加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 其实五个国家相对都是一个 不是有地缘政治影响力非常大的国家 当中其实还有些重要国家 未被包括在内的 因为布尔津司机所说 中亚其实有九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包括刚才五个之外 还有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加鲁加亚和阿富汗 这里是一个种族大运居的地方 可以说种族非常多元 也没有一个区域的霸主 在刚才的五个中亚五国里面 相对比较强大就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哈萨克和俄国有边境的接壤 虽然它比较大 但它民族比较多元 就是比较散的 所以凝聚力也不够强 乌兹别克比哈萨克少少 但它相对比较强大 还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它是中古铁木尔帝国的后裔 所以乌兹别克的民族意识比较强 而且相对地在中亚里面 是有被看高一线的国家 但即管它是强或者相对比较强也好 但其实在一个国际之间 都不算是一个强国 因为附近也有一些大国围着它们 包括前俄图文帝国的土耳其 也有前波斯帝国的伊朗 中国和俄罗斯都围着它们 大家对它们是虎视眈眈 因为这是一个地缘政治中极重要的枢纽地区 所以各国都想将它们的手贪入这个地方 但也因此达到互相制衡的作用 所以暂时来说 中亚虽然有比较多矛盾和意识不太不同 但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 今次这一场西安的峰会 其实是用一个唐朝的风格去迎宾的 亦都是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和象征的意义 因为以前在《丝绸之路》的年代 其实起始站就是西安 由西安经过兰州 再去到乌鲁木齐 然后通过五个国家 哈萨克、吉尔加斯、塔吉克、乌兹皮克和土库曼 然后再去到伊朗和土耳其 再经俄罗斯进入到欧洲 这个就是以前的《丝绸之路》的一个理想 一个蓝图 所以今天这个中亚峰会 就是用唐朝的方式 去提醒一些中亚友好的国家 就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做朋友的 这样去互相交流的 互相的文化交流、贸易交流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带一路 可以承接以前的《丝绸之路》 它用一个唐朝的风格 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提醒 或者去介绍给中亚五国以前的历史渊源 由于这个G7和中亚峰会 可以说是撞了其举行 所以大家都会去比较 两个峰会里的排场的安排和排场的不同 在过程中会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日本这个G7在港岛开 就是比较像一个低调一点的 在一个工作餐的形式 大家聚在一起坐下就聊天 然后就讲一下如何去对抗中国 整个感觉似乎他们是挺友善的 好像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大家很一致了 所以你都不能否认其实它是扮得挺好的 挺低调的 也都是这个会议过程是没有大举的去封路和封景点 那百姓生活是如常的 基本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 一帮朋友来聊天这个地方很安全的 大家来到这里开会去讨论一些国际的事务 相对中国那边的排场是比较盛大 而且意识感比较满 也都是相对是比较拘紧一点的 因为这次的中亚的领导人是第一次跟中国这样召开中亚的峰会 这是第一届 下一届会是2025年开始 就是会再做 所以看到中国这次都是战战兢兢的 扮得比较仔细和比较小心的 西安亦都说一早已经有人潮管制 以及各种安全防范的措施 去小心不要有人去影响其他领导人的安全 有些人就够病了 就说中国今次搞了这些什么面子工程 整个唐朝的decoration的布照 花多少钱 搞那么多工女是不是瘋了 现在什么年代 还回到工女的年代 有些人就这样说 现在国家很多人很没钱 还有很多人地蹦经济学 花那么多钱好大起工 就是骂主席这样的骂政府 但是我自己的角度怎么看呢 我就觉得我不会这样去看 因为外交和国内都是两个东西 就像我自己做生意一样 因为今次是一个贸易的倡议和贸易的合作 你做生意的话 就算我自己很穷 就算我家里可能今天是要自已缩食的 但我请客吃饭 我都真的未必会独缩 可能我为了拿到生意的机会 我都会订过很少的地方请客吃饭 特别这个客人是人力公司的老板 隔离公司的老板 我第一次见他 第一次请他吃饭 我没理由去寻寄捉面 吃碗皮蛋细肉粥 我当然要订过很少的餐厅 这个很难说是什么面子工程好大起工 我觉得应有的礼仪 而且你做生意的时间 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他不应该跟国内的一些状况 扯上关系 就是国内有多少人很穷 多少人山区 一些儿童 其实两件事是不关系两件事 而且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也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往 其实都会有个国家应有的礼仪 所以做足一个应有的水平 我觉得是合适的 你不会去救病 当年北京奥运的时间 都搞到很盛大的 但是盛大是不是能够说 我说纯粹是因为盛大所以一定是浪费的 你不能够这样说 因为大家都会记得 连我自己都会记得 北京奥运的情况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国家的实力 和国家的威望的展现 我就不觉得这件事是好大气功 而且当传媒就会一面说到 就说国家都不理人民的死活的 有没有问过人民 可不可以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个唐朝的布置 搞得这么盛大搞到红地毡 花这些钱有没有问过港大的百姓 有些人会这样挑战 大家可能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中国花这些钱是开心钱来的 就是请人来吃饭 你还可以去打卡看一条片 可以感受一下外国和中国交流的状况 大家的百姓都可以看到 我想很多百姓都会为这件事感到高兴 但是西方G7搞这场会议的时间 其实都是说如何压制一个 激第二个大国 如何去对抗人家 还有西方国家花钱也是不守远的 说花在哪里呢?花在军火那里 花在军火那里 买一架F-16战机叫乌克兰 继续打的时间 是不是有问过民众的意愿呢? 花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来的 那些民众可能都不想打 不想美国再拱火 不想西方再去煽动它两个国家 再继续打下去的 大家都有个和平的意愿的 那为什么西方不去主导一些 去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去商议 如何去和谈呢? 而这个行为之前只有中国去做 如果西方少买一架F-16战机 一架F-16战机也不知多少亿美金 都够搞这个唐朝的布置 所以我觉得G7做到的感觉 好像是主权在民 我们没有什么特权的 我们是什么贵族阶层来的 我们不会享用一些很奢华的东西 我们都是大家坐在桌上聊天而已 你中国就不是了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了 你花的钱也没有问过那些百姓 但即使是这样 这个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就会觉得大家的文化都真的挺不同的 而且我自己都会为中国感到开心 就是因为它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战略的思维 而我觉得如果中国可以和中亚各国建立有好的关系 十几年之后其实它有机会可以打破这个西方国家 在海路上的封锁 因为如果你能够这样串连出去的时候 直达欧洲的时间 其实陆路的一个运输 陆路的输送 这件事是很难再被人去压制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一步很重要的棋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如果有相关对中国中亚峰会的一些看法 欢迎在留言跟我分享 我们下次见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挺有趣的话题 就是我们的选举制 和一人一票制度的一个有效性 正值美国大选明年就开始了 而香港的立法会选举都定时会出现 我们定时都要投票 那大家有没有私下过 到底一人一票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投票方法呢 而一人一票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更加好代表一人一票的一种投票方式呢 今集我跟大家讲讲